说一说,刚才你也提到,最近好像多了一些板块有炒作 中资电力股,还有电力设备股 好像润电,环能国电,昨天也升了大约9% 东方电器也升了1.8% 当然有些风电股,即金风科技也升了1.8% 其实大家所谓的中资电力股,以往大家就是说它的火电股 最近有炒作,当然也是炒新能源概念 我发现原来他们占比多了 你怎样看这些股份,如果我炒新能源概念 我可以炒这些大家突然间新发现的火电股 或者电力设备股应该会受惠 还是会觉得光伏股、风电股 这些传统的新能源股会比较受惠 如果现在才去选择,我觉得仍仅仅仅选择新能源股 譬如像968这些 这类型的光伏或者是风电为主会好一点 因为你讲真传统的电力股 因为一来论升势,其实这些光伏相关股 其实没有他们那么夸张的 那些就真的升得很厉害的 变相如果论股值上讲,其实这些位置 可能这些新能源股更吸引一些 而二来,刚才虽然说那些传统的电力股 是有些多一些新能源概念的炒作 这些新能源股价这样上升 但其实讲真一句 这一个多月的一个炒商 除了炒着有业务多了一些转型 多一些新能源概念之外 其实都真的炒着内地那个 真是传统电力市场那个电价的因素 因为其实一来内地 其实狡不狡听到缺电的情况 而这些电力公司 其实他们生产了电出来之后 除了要拿去做上网 就是国家发电之外 其实有部分现在是 有些政策是让他们自己互相做一个转售 而正正为缺电因素 其实内地的转售电价 其实近期升得很厉害的 因为大家都抢 但是这件事 其实就很因为市场化去主导 这一刻电价高 可能明天后天突然的需求又下跌 供应又多一点的时间 电价就可能会回落 所以对电力股 因为这件事再炒上 其实会存在一定不确定 二来就始终 我想电价有一个转售价去到这么高 其实也有点担心 就会引起一些监管的因素 所以我觉得去到这些位置 电力股其实再追下去 要小心一点的 还有论股其实也不是特别便宜 当然每个走势就很漂亮的 我觉得如果你有货 当然就继续保持住它 简单地几只 譬如902号836也好 我想如果短线不穿回 譬如10天线这些位置 没有令整个车是转变的 我觉得其实有货的朋友 不妨可以先拿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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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